歡迎收聽今晚的《動眼無雙人》 我是主持雪凌 又是阿二 只有兩個人的原因其實很簡單 陣子大逃亡 因為這兩套東西 我們將會接著會 接下來這兩個禮拜說的兩套東西 基本上應該是沒有人頂得上的 我覺得龍與天使其實很好看的 這樣說 我們接下來這兩個禮拜說的兩套作品 他們在某種意義上是各走極端的 在一個人物上 應該說整個世界觀裏面的一個 文化架構裏面是各走極端的 我們第一套要說的先 就是這個富野九惟 完全側道的作品 《機動自視高達之復國運動》 聽之後發現他復了甚麼國呢 這套東西看到其實很多人 都有很多不同的意見 如果你說以我來算的話 其實我是屬於覺得這套東西 是不好看的那一群 我比較中立的 他有他好看元素 有些不應該發生的問題 我覺得不好看是以一套動畫來講 他不是一套好看的作品 我覺得一開始你說到他富野 富野好像不怕死 他說這套東西 其實是給小朋友看 我覺得應該死人 應該死人 就是質素上 肯定有很多人會排除這套東西 因為富野一直沒有否認過 這套東西 不是給小朋友看 他真的拿你打算給小朋友看 然後一套屈 presenting 然後他告訴妳 傅野的對答在一些訪問裏面說 你們不思考的當然看不明白 我會這樣 你要一個小朋友看著你這一套高答 去思考些甚麼 訓練他們跳的思維如何把一些重組句子 把劇情裡面自己加一些形容詞或者字眼 把整個故事串連出來 很高難度 因為傅野就不想你們做一隻不思考的 一隻沒有腦袋不思考的豬 用心良苦就行 所以他這樣說多數這套東西 叫好就不一定叫了 叫好都好思考 應該這樣說 他那句話給小朋友看 其實是怎樣說都可以的 我給小朋友看 我給小朋友看的目的是甚麼 就是訓練他們思考 還有就是好像Gundam Bill Fiker Try一樣 我是給小朋友看 對呀 我要他們看得開心 一樣都是給小朋友看的 有些有錢教他們講股票 看股票版 也是對的 對他來說 這句話其實是某種異常 他沒有點名 可以說傅野聰明的地方 但是 家裡看這套東西 給小朋友看 要小朋友思考 那引申意願 對我來說是一個邏輯 其實大人看應該會看得明白 I'm sorry 這套東西其實 看完動畫之後 要再播多幾次 要再看很多普通知識 才知道大概是他想做些甚麼 作為一個看動畫的新人類 我能夠很多動畫 我都能夠三倍速去看 但這一套 我嘗試過 我的極限是1.5倍速 他本身已經三倍速播了 你三倍速看 六倍速 我都說我作為一個看動畫的新人類 我是能夠幾乎任何動畫 就算有劇情的動畫都好 我都能夠三倍速去看 但這一套不行 如果我一用三倍速去看 結果是什麼呢 我的腦是跟不上劇情節奏 大家可以試一下 你試一下把這套東西用三倍速去看 或者不用多不用三倍速 兩倍速去看 你就會發覺 你自己的腦思維 是跟不上對白 亦都跟不上故事節奏裏面 他究竟在說的內容 當然OK的 當然沒有人叫你三倍速去看 但一倍速去看又怎樣 一倍速去看 其實你看到的劇情就是 他一大堆的跳躍的劇情 他一大堆 他整個故事裏面其實很有趣 我明白的 在裏面我們不能夠去judge 這套東西裏面的其中一點 就是他裏面所謂人民風情 就是在這個所謂叫做 哈嘍斯年代 哈嘍斯年代裏面 基本上他們的思維已經跟我們 你不要用我們現在現代人 或者一個正常人的思維 去想這些角色 為何他們會做這樣的行動 因為是想不到 這個時候他也打了底 我告訴你這班人其實已經深受了些什麼的分毫了 其實已經是 幾千年已經和 尤斯年代裏面的跳躍 他們已經精華了一個這麼高的層次 大家應該想像就是什麼呢 如果古代秦朝的人看回我們的話 他們會覺得 你這班人都瘋狂的 你這班人怎麼會這樣想的 女人出來做事你沒事吧 他們可能會有這樣的思考 他可能會有很多這樣的思維不同的 其實我覺得這裡是類似的 你當我們看一班和我們截然不同的人 這班很截然不同的人 其實他們有很多特別的共通點 首先就是他們這個動畫裡面的戰爭 是細規模 他其實是為了資源再分配 最終大部分人的意義是為了資源再分配 而去打這一場仗 有些人就是為了什麼呢 令到自己族人的地位可以得以提升 名譽 而去打這一場仗 還有一個特色就是因為 在這個套作品裡面 和平時代就太長了 基本上所有的人都沒有經歷過實戰 你看到他們打的時候 是好像小朋友打架的 不是呀 有些是一實戰場很緊張 然後中途就死掉了 有些可能金星很高的機器很厲害 但那些駕駛魚可能會發錯 發錯規 我會這樣說 這套東西我會看下去 其實是很小朋友的戰爭 就是好像你在家裡兩兄弟在漏打 然後兩兄弟其實是共識的 打橫打 不要打到爸爸的房間 打破他的東西就不好了 打破他的東西就有禍屬 總之去到門口 收手 我們退後幾步再打個 他裡面就是什麼呢 不要打軌道 遲帶 所有任何光電池生產的東西 或者打機地 他們是完全不行的 而所有人就是利用這個東西 我們繞過去那裡 他就不敢開槍了 背部是宇宙船 你敢開槍嗎 我有一個關係來的 我覺得這些位置都沒有問題 因為那個人民風情 其實他們是這樣的 他們敬畏這件事 他們怕這件事 他們需要這件事 他們前面說了這個設定 之後全部都跟住了 沒有問題的 其實是不犯規 其中有一個人犯了規 其實是 金星那個人又說 千萬不要在海底那裡開槍 不是 這就是新手 他緊張得 是隊長來的 這就很傻 他都很傻 我不想開槍 那我撞身海底不要緊 我要的 整個作品裡 其實 跳劇情跳得厲害的 最主要原因 就是這套肯定 肯定是一套 其實連回的腳本 我想應該沒有人會有意義的 這件事 即他的內容的雜數 你見到是 他很多時候 很多位置 是不說 然後就跳個結果 給你看 而中間的內容又是什麼呢 根據副野的邏輯 請自己思考 沒有 你見到有的 好事主角 Berley 哎呀 那這部機器 我應該要怎樣怎樣做 其實他們用了這對白 過程 過程 他用了這些方法 去處理 一些中間的複雜 而你見到 這套作品有個 很獨特的地方 獨特的地方 是什麼呢 就算是不同軍隊的人 其實他們是沒有很 你沒有看到一些 高日世代 你見到就是派系 或者是 所謂自己派系也好 不同國家之間 他們那些人 其實全部是可以交流的 因為他們其實 講到尾 就算是打仗也好 什麼都好 其實他們沒有想過 真是很認真地去打自己人 或者其實是什麼 想將這件事的結果 引導我自己想希望的方向 或者我能夠獲得最大的利益 如果這樣說 年輕的那班 海賊那班 其實沒有什麼交流觀念 我喜歡這樣做 我有空就這樣做 但是老一輩的人 會比較有些組織觀念 你看到很簡單 海賊那邊 中書軍 我適合不如來 不如過來幫忙 打到月球 打鞋都在 那我先過來 沒有 他們沒有什麼叛國 什麼觀念 但是媽媽 你看到老婆會有 媽媽說 你們打橫打 天下我的營運 不可以斷 會回到天下那邊 即是媽媽告訴你 你們打橫打 你不會動到你爸爸的房間 倒他我就把你打 你小孩子打架 你怎麼可以打 其實我最多我旁邊看著你們打 會這樣 你會發覺 媽媽說 小孩子打架很正常 那當然有爭執 無仇不成父子 很奇怪 就算他們沒有叛國 即是月球軍會走到海賊船那邊 他們不會說 你那個叛頭 對面沒有這些情況 我沒有叛國觀念 對面的隊友也不會這樣 或者這麼說 在他們的想法上 這場戰爭很有趣就是 他們的觀念就是什麼 打 沒錯 我們只是動上戰場那群人 戰場以外那些人 你千萬不要動他們 他們沒有說過想打 這場所以我 也都秉承了就是什麼 我在深藩的時候 介紹這套作品的時候 說過 這一場是一場很有禮貌的戰爭 真是很有禮貌的 他們由頭到尾 基本上 真是橫打 你不在軍船上 基本上你見到 沒有什麼平民有受過傷害 其實 嘩 居住區沒什麼 居住區不可以打 宇宙來的 下面是大空不可以打 我們要安全一點 我們要 所以這群人打仗 是打得很文明 你看U4年代 敵民衛星 拿來扔的 說知力夠差 而且會利用所謂的市民 以市民為盾這些 很正常的計測 放毒氣 放一些炮射的衛星 這個沒有的 衛星不能打的 下面很空虛的 太陽來的 不死人的 所以你會看到 這個 復國運動這套動畫 裏面 表達出來的 人民風情 我可以這樣說 你要先接受它 你接受不到它 這種人民風情 其實你是看不下去的 這套動畫 你會覺得這套動畫 你會覺得這套動畫 這套動畫是瘋的 你會用瘋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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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古代人看我們 會用瘋的 來形容我們 但如果我們用這個 他們也會覺得 他們是瘋的 當然 當你認識 應該說你認知 這個人民風情 是這樣的 不論你接受 與否 開始這個劇情 而這個劇情 我剛才也說過 因為這一場 是小朋友的戰爭 他們用的戰術 是很有趣的 最令我難忘的 其中一個戰術 就是 所謂放一個 海察那邊 將他們的艦 放一個氣球出來 假裝他們出行 不是 你會用瘋的 我知道 但是 最重要的一件事就是 人們看到氣球之後 我還沒聽到 一個人說 總計 他們是否覺得 那隻是瘋 你包到整個氣球 你騙不到我 可能有些技術 騙一些電子儀器 那我不知道 不是 你整個螢幕 直視頭射過去 然後你告訴我 起碼賽克 不要太聲張 起碼賽克才知道 你見到汪一樣畫了 黑的樣子很像 但不一定是真 那你贏 如果這樣的話 那些戰術 那種儀器方式 就是 你會令到 被稱為天才 他自稱天才 不 別人都稱他為天才 每一次都是天才 黑利姆 天才克利姆 天才克利姆 天才克利姆來了 然後 我聽到驗了 我甚至以為 天才是他的名字 成天才 不是 他不是姓天才 他叫天才克利姆 OK 他不是叫克利姆 天才也是 包括在他的名字 當然 他的天才 我會在後面 所以說他自稱天才 其實很多戰術 其實他不是特別厲害 你要明白 如果你在一群小朋友打架 有一個小朋友 會用戰術 他是不是很厲害 這個戰術 真的挺有戰術的 你不可以帶著 先入圍主的心態 去看這一套 定義 我們的天才 和他們的天才 是兩樣東西 在那個年代 平均智商 50來講 有個60的智商 應該是我的天才 我不講理想 我講的是 用戰術 因為他們是經歷過和平時代 和平到 覺得戰爭是不對的 這個世界觀裏 也講過一件事 就是 所有發展 科技 向軍事則發展 或者你發展科技 本身這件事是一個禁忌 在持帶教的教義裏 是一個禁忌 這也是這個故事裏 最大的展開 就是這個禁忌 有人認為 持帶教原本做這個宗旨 就是什麼呢 因為鬥爭 軍事發展 會令人產生這個慾望 你會去競爭 你競爭就會帶來鬥爭 鬥爭的話 就必然會有戰爭 救了真 馬尼東和Yu Sen 死太多人 所以他們看到 可能和平了 就想以前的科技 先放進去 維持這個現象 他們其實是有矛盾的 那個觀念是 他們認同 剛才所說的 人類如果再發展武裝軍備 那些東西 其實你最終只會走回舊路 所以就持帶教的成立 就是這樣 而他們就說 這些科技並不是沒有用 但這些科技 不應該用在戰爭上 這些科技應該用在和平 應該用在純粹生活 他們都說我們不發展 我們保持這個科技水平 其實是逃避的 但已經是可以 因為足夠生活 其實那種慾望 你追求這麼方便 這種慾望 會不會帶來競爭 會帶來鬥爭 但問題這個情況 前提就是 你這個世界和平 如果有外地入侵 就會出事 所以他就開始說 有天外來的威脅 他就開始說 有天外來的威脅 他不是說天外來的威脅 他不是說天外來的威脅 他剛開始說 單窩機就說 有宇宙來的威脅 宇宙來的威脅 宇宙來的威脅 是不知什麼威脅 那個其實一直沒有說過 那個其實一直沒有說過 那個可能是機戰劇情 我分分鐘這樣說 我剛開始以為是Turn A 他知道Turn A劇情 因為Turn A原本設定 Turn A就是外宇宙派的機體 他本身你說G1號 時間線應該是Turn A之前 我就這樣看 聽眾指證 如果不是的話 我對宇宙世紀 其實未去到很精年 但我看他介紹的CAMLINE 去研究的話 看上去應該是對的 在這裏的故事裏 其實你看到 這班人 是比我們人類更有知性 他們深信就是 夠用就可以了 支足常樂 也是管著這個宗旨 他們其實是很和平的 所有人 不去發展科技 他們所有的東西 都是由月球 那邊去供應出來 所謂的電池 就靠那裏的電池 因為那些電池 那些電池就是什麼 因為不發展科技 所以他們根本解釋不到 那些電池是怎樣做出來的 他們就是怕供應 而這個供應 其實就是說 由這個Tower 那邊去供應給全世界 他沒有說過一個很實際的供應情況 是怎樣的 但是故事裏面就說 供應應該是不平均的 所以 開拆那邊就反對 所以 那些人又說 我要解放 正英哥說 我不要所割 現在全部能源 power集中在光子管理公司 有些公司有分配這麼多個地方 但問題 現在地方多地方少 海賊那邊覺得 西還是美國 應該是美國 但美國 應該是不滿意 所以希望重新 大家平均分配 都是共同管理 就比你一個決定 類似這樣開始打 應該是 這是最初的原因 當然你說 他們不再發展科技 其實這件事就是 因為 之前這裏還有一個設定 所謂昆達拉這個人種 被稱為食用人種 即是曾經在宇宙時期 某一段後期的時間裏 是罵過饑荒的 而是做了一班人 都是拿來吃的 全部都是家命來的 全部都可食用 變成食用就算了 即是大戰後期 有可能是武殺之源 要食用的情況 不過他應該還沒有提過 應該是 這個我會稍後再講 他裏面的設定 其實你說故事裏面 就是因為他要解放 這個 就是他們希望 不讓 Tower 去壟斷 資源的分配 這個電池的分配 所以他們 解放 他走過去 人家的手都很威 我們要怎樣怎樣 他宣告 拿出機器出來 不是打 都叫有打 這個是故事裏面 最基本的展開 當然你說故事裏面 我們剛才說 就算昆達拉也好 其實在設定裏面 你看到的 在之後面具上靠 即是阿魯欣這個角色 戴了個面具 他跟你說 他是為了要立戰功 提升他們昆達拉的地位 我覺得可以的 因為其實這場戰爭裏面 所有人 他們有一個共通的特性 就是什麼 除了主角之外 他們有一個共通的特性 他們是為了自己 一個 沒有大義 沒有大義 這個故事裏面 沒有人有大義 即是 不是說 我為了守護這個世界的和平 我為了人人得到快樂 他們沒有這麼多大義 他們全部的理由是很私人 私人度就是一個自私的理由 甚至是一個 女兒上戰場 我不知道 那女兒也是為了她上戰場 是的 可以了 這個世界很和平 但這裏也有一個 一開始是鋪陳不足的地方 就是 我知道是食用人種 昆達拉是食用人種 那些人看不起這些 等於白人看不起黑人 這個案子其實差不多 其實我覺得是 你用美國的案子 有一部分白人 依然是看不起黑人 因為平均來說沒有 達米尼就是少數 所以你見到他主角其實沒有 他高座身 即是老欣 他高座身 但他自卑 但你實際上看到 有沒有歧視他其實沒有 這個案子其實是什麼 他想提升地位 其實就是老欣本身 老欣自己也看不起他自己的身份 其實 但你見到整套東西 有沒有歧視他其實沒有 所以我覺得很奇怪 就是 純粹是個人的心理因素影響 我會這樣說 如果你說 我會獨立獨立 人據說 因為戰爭是沒有特別的 他在這個所謂昆達拉 這個人種裡面 其實最主要是由老欣這個角色 甚至是主角方 那位啦啦隊 我忘記叫什麼 老欣的女兒 或者是昆達拉 這幾個人 去看究竟昆達拉是什麼 但我看到裡面 其實除了冷言冷語之外 其實都不多 其實只有音樂 只有他面具相靠 第一次出擊回來之後 受罪傷 所有人都說 昆達拉都是沒有什麼用的 這些人 之外 其實是再沒有 一些劇情去描寫過 昆達拉怎樣被人壓迫 為何要他做這件事 所以我覺得其實是 老欣他的心理作用而已 不是 老欣自己看不起自己 他根本上不是別人看不起他 其實你看到的 無論別人利用你也好 上教利用他 利用他這個心理 他的部下 一些的部下 我不知道另外那個女兒 伯伯拉 是不是都是昆達拉的人 我不知道 但在一個成員裡面 或者其他人裡面 或者一些高官裡面 其實之後沒有什麼人 是說真的看不起他 你記得最後 尤其最後 他根本是一個自卑的人 他根本是一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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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而這件事 在劇情裡面 最後是沒有解決過這個事件 你個人心理因素 幫不了我 對他來說 就是 打輸了之後 一個人無緣無故打輸了之後 就是他釋滑 然後跟瑪麗 一起過著 雙促雙棄 雙促雙棄 這件事 這件事裡面 昆達拉這件事 真的是什麼 我不介意 你怎樣去說這件事 但你現在是什麼 我很肯定這件事是斷尾 故事 我都記得 我現在是激過 因為庫野說要我想 我有想到 我有想到整件事 但是 究竟哪一個位 告訴你昆達拉這件事 你想帶出什麼給我 我除了知道 就是 我會分析到 就是老欣這個人 根本就是一個自尊 一個很自卑的人之外 我分析不到其他東西 庫野說的 故事裡面 他有很多深層次的東西 你是說黑人白人的問題 如果你是這樣拍攝的話 其實我可以 我可以 我買的 作為一個 我都會研究 動畫裡面 你所謂的深層次主題 我是會研究的 但是 我現在研究不了 我只研究到這個人心理有問題 你是不是想我做心理醫生 一 你說昆達拉 歧視 經常看我沒有 第二 這是純粹問題 第三 結果他這麼快 打完就 打完就算了 沒有了 有去旅行的話 我覺得你也挺兒戲的 發生發覺整件事 沒有昆達拉 其實也沒有存在的是 他有患事患停 在昆達拉這個設定裡面 或者這個主題裡面 你看到的紙是什麼 紙是老欣這個角色 這個人叫利勇 一切東西他都利勇 連自己女朋友 他都拿來利勇 其實我覺得 但是沒有理由他老朋友 想他這些 你阻礙不到 人家心力很長 這些事 男歡女愛的事 你外形的事 你什麼那麼多 是不是 我明白這件事 所以我一直沒有在意 這個問題 對我來說 他是一個手段 如果他真的為了 他的大意 就是為了昆達拉 為昆達拉 代表什麼 就是為他自己 因為他自己也是昆達拉 昆達拉是他的名義 昆達拉是他 把他拿出來的偽裝 畫一個他認為大義的名分 出來搬出來 你見到最後的大結局 他和巴勒尼 根本他是個人恩怨 在個人的想法 最後你見到 很肯定 他根本是自卑 老實說 最大的問題是什麼 這個自卑 是很詭異的自卑 這個自卑 我們首先在故事裏面 老欣和巴勒尼 他們兩個交接的集數 只有兩集 他們這兩集裏面 他們是沒有任何特殊的交流 的情況之下 你會見到 你說老欣妒忌他 為何妒忌他 而說他們是好朋友 這一點 你妒忌你的好朋友 不是不行 很多作品都有 我都知道 但是 你 你是不是純粹想我 不是 你明白 開頭的好朋友覺得 大家都是平背 牛馬大 你還沒有 G-safe 因為你個人努力 但後來發現 這個人 原來是隱姓庫二代二世組 不是 他知道他媽媽是誰 不是 他媽媽是誰 沒有 平時他不是這樣懸疑 你發覺他 他把他抓出生 入他的血統 他有誰的後代 何米之財團的後代 身份不同了 他才發脾氣 其實他發脾氣的原因是 他覺得 你遲早都是領導者 血統就是 你這些天生是領導者 天生一定會入領導階層的人 你怎會明白我這些系長級角色 要爬上去 要有多個困難 而且他經常有戰爭 因為他經常有戰爭 Berry是中立的 為何我打呢 因為他為了大義 我為了他暴走 但你不是 我覺得你只是 part time 來玩玩玩 他的心態也是這樣 Berry是這樣想的 他覺得 我會覺得 他們兩個之間的衝突 其實不是這麼大 而這個衝突最大的原因 就是因為老欣經常輸給他 在戰爭上 那不是自己拍皮嗎 我都說這場是小孩子的戰爭 有買也都解釋了這件事 這場是小孩子的戰爭 所以你說 如果你說要我想 所謂什麼叫昆達拉 那件事 首先在這件事上 是不成立的 因為根本上 沒有東西可以想到 沒有啊 全部是沒有人歧視的 不存在歧視 就算有 我都說是他自己 橫時橫停 他想多了 其實人們沒什麼意思 他只想起來 然後你說 另外的 其實這個持帶教 他是真是一個很光明的教派 沒有啊 他沒有做壞事 沒有什麼黑金 什麼都沒有 人家都正常 是 那個位置是挺有趣的 當然他的教義 他那裡的教義就是 不要發展科技 其實也引伸到 其實貝爾利 其實他是這個持帶教的忠實支持者 其實他是被洗腦了 沒有啊 中教信仰很難說 信不洗腦 他喜歡這種教義 這種教派 都沒有什麼的 怎樣為止 盲目信仰就是 你不去理解 那件事的本質 而一口咬定 他是錯的 其實你就是迷信 其實這裡有很多角色 不單是阿貝爾 姐姐 Ada 都是這個概念 其實他都是被 這兩個角色 都是被不同的養父母 去養大 他們的思維 深受了他養父母 所居住的地方的勢力 一些宗教 或者一些政治思想的影響 他們所做的行動 他們經常都認為 我這樣做 因為這樣是正確的 爸爸教我這件事是正確的 很難說 那當然 看著別人這樣做 是對的 這件事是一個合乎情理的 我覺得 但問題就是 我們之後關心 之後劇情 那26集 你有沒有成長過 有沒有反思過 Ada 是有成長過的 在這方面 他是有反問過自己 經過了金星那裡的事件之後 其實他是有反省過這件事 究竟 難道我一直以來 我的理念是有問題的 他是有疑惑的 他是有質疑過自己 但貝爾是沒有質疑過自己 幾乎是 所以月球回來之後 海察部對公主的船 決定了爆控制 他們是獨立的 對他來說 這一個有不妥 不應該這樣做 他應該還有其他出路 他不會一口咬 人家就說沒有了 只有這個方法 就算他叫做什麼 在這個成長的路程裡面 因為他不停出現一些比他優秀的人 駕駛技術 他弟弟空降下來 坐到G-safe 是靈活控制到G-safe這部機 在戰力上他幫不了手 調配軍隊那方面 我們有個天才克里姆 他說得他很天才 OK 都比不上他 你不要說 比如在藍族生活 都被人家怎樣 喂 公主想拿機出去 得他回來 不要讓他出去 是這樣的 你見到沒有什麼地位 公主真的 不是沒有地位 是人家太保護他 反而他覺得什麼都沒有做 他會令自己說 其實你們是不是擔心我 我做不行 我出來就算被我出去 做一些很行散的事 我是不是做不行 他會有這個 其實因為越來越多人 加入 就算之後 以非快的角度 我也不知道為什麼 無緣無故 會由一個白癡 練習到正常人的Lalaya 其實他的駕駛技術也很高 別人搶一個舊手機 都比你厲害 你很沒面子 撤出去這期最後的 就是找人保護你 其實生活班的事 他幫不了手 指令上的事 其實很多時候 他都是好像 那個 要是天才一道 天才一道 可能小叔八 他都有管 那個指令他也不是做 很重要 他開始質疑自己的能力 他覺得他究竟可以 做到什麼 就是為這件事 為這個船隊 為這個國家也好 他究竟可以做到什麼 對他來說 整個海拆船的成員 他是一個精神領袖 以前的動畫也說過 有些領袖 你不需要你實際能力高 你需要你能夠吸引到一些有才華的人 去追隨你 你想得通 想不通 你覺得自己好像沒用 個人都見過你身邊 個人都說完事 只有你做不到事 開頭想不通 開頭故事中期就想不通 覺得自己什麼都給不到人 其實這個角色 我現在在說 兩個主角的所謂成長 另一方面 成長位的轉捏點 一開始 貝爾利對他來說 是一個殺了他最愛的男人 不知道是不是男朋友 總之他愛的男人 殺他的原因很明顯 那個人不遵守規矩 打什麼駕駛艙 對於採察部隊 越來越多功績 很多救命之恩都是由他那邊去幫 對他其實他是不知怎樣和他自處 到更加就是 原來這個我弟弟來的 我弟弟殺了我喜歡的人 難道我殺了我弟弟嗎 去到那個位置 其實他是 他不知怎樣去面對他弟弟 相反 貝爾利其實對他 他一開始 我不肯定 他也沒有很明文描寫 他的角色太大了 貝爾利究竟是一開始喜歡 愛上了他姐姐 Adan 還是其實是仰慕他 很曖昧 是曖昧的 這個感情 我覺得貝爾保留了 不說 因為他之後 他都說明他之後會爆輕子弟 I'm your sister 他早期 火頭都暗示過 兩個是子弟 所以他保留 貼著這條線 如果你太過火之後 你會不回 很難說的話 不定新世紀 其實可以亂輪 這部劇沒有說過 真的 到時他說的話 喂我接受 你這個世紀的東西 跟我們那個世紀 不同 OK 那你說完 就是 在子弟的關係出來之後 其實 貝爾利也不知如何自處 但是 他的改變是很奇怪 他的改變是 你們這些傢伙都安定了 那我怎麼辦 他不知如何 又說不知如何面對他的姐姐 我覺得他在我面對 就說 頂 原本打算追求他 頂 我是他姐姐 頂 那怎麼辦 我覺得是那種 不用怕 還要有個娜娜姐 不要緊 娜娜 很明顯 他不背他 稱呼中話就悲劇了 算了吧 這裏其實你說 在角色上很多角色的成長 或者角色的轉變 在這套東西裡面是奇怪的 奇怪到那個人說 他斷片的地步就是 我根本是補不到的 因為老實說 一個角色的轉變 任何東西都可以轉變 我是沒有可能憑空用腦去想像 這個角色為什麼會轉變 還有交代很少 你就是 男生如果是反思 姐姐很多 但阿彪通常都是殺敵 你會見到 他有一個位置 就是開頭 他不想承認 他是那個家族的兒子 很簡單 因為姐姐小時候 對交他的記憶 但彪是沒有的 她是嬰兒子 然後他想反抗 他想反抗 但是下一集 沒問題 大家繼續說 然後我說 你經歷了什麼 你會覺得這樣沒問題 其實 這個經歷 我主要說 經歷的東西 是說的 是什麼呢 能不能夠受到觀眾的認同 而能夠受到觀眾的認同 你不可以說 富爺說 你想過你認同的想像力就可以了 我看不出來 我覺得我接受不了這件事 劇情他喜歡殺人 還在說 說什麼 我是他的兒子 你們自說自話 然後下一集 沒有問題 而你說 這些角色 這些角色只有主角 並不是 尤其是在那個家族裡面 幾乎全部都是內鬼 來的 這個 其實我是金星的臥底 這個其實我是金星裡面 的 什麼軍團 的 什麼派系的臥底 來的 三三五號 什麼都有 然後 然後 叫什麼 我說了就算 因為我的角色夠多 就是說 我找不到我的角色 就你 好嗎 你 你都沒有什麼氣憤 我現在 我給你氣憤 你還不讓你拍攝 我會給我一個這樣的感覺 你有鋪牌嗎 其實 你的鋪牌就是那兩個角色 曾經站在一起 好像有些眼神 細色 有些 簡直是沒有的 是一個很常規的對白 我就說 那我先回去 好啊 因為他們兩個懂得說 然後他們兩個懂得說 原來他們是一夥的 那 我覺得 我是接受不了這些劇情 你是非 他不是非 我覺得 因為他天生沒事的 都說 這段是年番話 他變成廿六集的劇情 所以他不夠分 我們不斷切 就會是 把日常可以鋪牌的東西 切掉 就說他沒有過程 這些東西其實是很影響 一個角色 尤其是主角 我們看的最多的 所謂的成長故事 是由主角方那邊 主角只有經驗成長 人生後那裡沒有成長 所以 你看到就是主角經常 跳一些思維 突然之間 好像領悟到一些東西的時候 你會覺得 喂 這個人 是不是經過了時光隧道 或者我想起你上世 我想了些什麼 他怎麼可能無緣無故 他會 他會覺醒 或者說 我又想通了這件事 其實也沒有什麼大不了 我接受不到這個角色的成長 如果這個位置 你要我去想一件合理的事 去解釋這件事 這件事 不是我自己去想 應該是你給我答案 你現在這樣說 你說了就算了 你OK你贏 我也是那句 因為文氣加者負責多 所以我們看到的轉變 但是 Berry當然是說打的 打完之後 他回到難度 沒有了 可能轉變了 中間的過程 他無謂了就會很麻煩 會發生 有什麼情況 會發生 而你說故事 我覺得最突立的位置 跳的位置 應該是全場 最突立的位置 一定是 Lalaya 由白癡 變回正常人 這個位置 我看完之後 死火了 我不是看少了一集 我看少了幾集 是不是 他是什麼 那裡 那裡是好看死的 那裡的劇情 其實應該說 你可以想到一個合理的想像 因為那一集的劇情 在之前 他們進去宮殿講數之前 那邊說 欸 Lalaya 去那邊 那邊那個是醫生 然後接下一集 我沒事了 真的是 R.O.P.G來的 我受重傷 去旅館睡一覺 我沒事了 那是任務點 當然是任務 什麼醫生 介紹我認識 喂 月球技術科技發達 高的地球 可能是這個意思 明白嗎 原本他的病地球 醫不到 但他把月球醫得回呢 可以 我覺得這個位置 如果你這樣說 這個世界 如果傅野用他這個邏輯的話 這個世界 是不需要劇理的 我很簡單 我說A角色和B角色 兩個拿著把刀 然後下一秒 B躺下了 自己想吧 中間做了什麼 其實出了很多超能力的事情 蛤 那你便有想像 那你便是一個有思考的人 是不是這樣做動畫 不是 你這套東西 老實說 你要人去思考 我很明白 思考是需要 但思考是需要 你要給所有點 我才可以串起來 你會覺得這套東西很大 OK 我當你說 你真的OK 思想 我們用思想去討論 整套作品 思想說了什麼 這套作品 我真的不知道 你有沒有研究到 我便無法研究 我想他原本是接回 我說最初很期待 這套影響會轉來 你會說回人類對於外宇宙的威脅 即是說回人類的生存危機 沒有了 最後是HAPPY END 即是過了天堂 不是 其中一個我會找到 其實是一個對沖 最大的主題就是 發展對於人類來說 是一回事 他都打了臉 最後 你一方面說 不要發展科技 但當然是全地球 暫時整個地球 加金星加瑜伽 最厲害的機器 是你 你不要釋放你 他發展一個 發展科技 就會引發鬥爭 不發展 保持機會是什麼 不要的 車是這麼慢的 沒辦法 我遲到 你不怪我 我由家來到這裡 我就是要三十分鐘 你以為我十五分鐘 我遲到十五分鐘 很合理 其實我想過是一個可能性 但他沒有做到 即是你見到 全部人有很多不同的高科技 會很開心 我當作玩偶 但Berley 他是一個是圍著平常心 由頭到尾 他都是保持正常的心態 但他不會因為用生育技術而開心 興奮 令人出去殺人狂 他不會變成這樣 即是可能他會反思 其實科技進步 好 還是看人的內心 但他沒有做到 其實這套 其實是這套 最大的原案 因為一直裡面 富野的UC Gundam 一直在說 人類怎樣進化 才可以達致和平 現在在這個 豬伏國運動裡面 說一件事 即是他 我不知道是富野或是 他有一個假設 當如果 不發展科技 是否就會帶來和平 沒有的 因為你見到 科技不發展是物質上 但人的精神層面不提升 可能中間有些人發生 說 豬軍我想戰爭 我給你們一些 今天出事 這位其實是很詭異的 在我自我裡面 尤其是今星裡面 今星裡面 有人想戰爭 他們的立論就是 不行的 人類如果不繼續打的話 人類失去了鬥爭本能 人類就和鹹魚是沒有分別的 你們只是一班能夠活動的有機物 所以我一開始就說 你禁止科技發展 是一個治標 但不治本 因為人的內心還是潛在鬥爭 只要給了一把武器 給了他 就會開始打 就是情況 但畢尼就不是 畢尼就算我拿到最近的MS 我都是為了平常心去行動 我不會故意為了 我殺人狂奴 我做統治者 會衝一發瘋 他不會這樣做 就是最後發展到 人的心 是否可以去畢尼這樣提升 即他沒有到這個層面 其實是說 科技發展 是會造成一堆社會 造成一些負擔 但當你不發展 你將所有的東西 放在民生上 即是告訴你 現在我跟你說 機場不起三跑 那些錢全部派了給市民 那可能可以的 滿了 就滿了 香港都承受不了這麼多人 我要發展出來 做什麼 這個科技對我來說 其實是沒有用的 可能只是對小部分人 但對大部分來說 其實也沒有用 而且會造成其他人的負擔 所以我不做這件事 我將他這個發展的資源 不要說香港 一些軍事發展也好 我就不起多 第幾代引擁線機 或者地對空導彈 大家都不起 大家維持這個軍事水平 要大家協同 大家維持這個軍事水平 我打你又打不入 你打我又打不入 大家的武器都拿來擺 沒什麼所謂 最重要是大家開心 所以我剛才說 前提就是要沒有競爭 你見到月球有高科技 沒有的 其實我們是願意無條件 去提供這個光子電磁給大家 其實是 我們不給的原因 就是因為我們心知道 科技發展會帶領 但其實我們這班人已經提升了 已經 我們明白 我們心裡有刀都不會殺人 但很難說你們 你們有刀又起了血性又會殺 所以我們知道 人類的本能就是這樣 我不會說黑暗或者醜陋 人類的本性就會如此 因為生物的本性就是如此 我甚至會說 所以我知道這件事 其實我用一個領先的科技意義 如果只要你們不發展科技 抑壓著你們自己的好奇心 所以這個是指標不自本 可能有用 但問題始終不是一個解決辦法 所以見到只要今星有個臥底 拿設計圖給他們 不是 應該說 你能不能夠滿足你現在的生活 他說的一件事就是 他就滿足到 他保持住 當你保持住地球大部分人的生活 水平沒有問題 他就沒有問題 是不是所有人都安於現在自己這個現狀 故事裏面就是 是很難做到 尤其是你不在一個平均分配的情況之下 你很難做到 人人會覺得自己 夠了 很難說平均 你說夠得夠 你每天給10度電 你覺得夠 有些人可能不夠15度電 你很難說平均分配 他本身故事可能沒有 就不是描寫 但我覺得他應該會 如果他真的想講一年 深入些 你也會提這個 這個位置 其實我覺得 有些擊破了 我一直以來 傅野在UC年代說的話 就是告訴大家 其實如果這樣 傅野得出來的答案 最後是 這個世界是不會有和平的 傅野聽到這樣想的 人類死死不改 人類快要藏到 作用的 所以其實最後 因為這一點就是 最後結局是奇怪的 最後結局是 打完之後不打 真的大家都不打 然後 你這個結論 你是說了一個什麼的結論出來 如果你說這個結論 最後就是人類繼續在戰爭 然後就發現 戰略變成最後 唱A 那我就能接到故事 是的 如果你以為接局事 接過故事 以及你得出的結論 就是說 沒有的 人類是沒得救的 其實你看到 很明顯就是 前期那麼多集 找一個小戰爭 局部局部先生 找了一個大戰爭 到最後要出大殺界 出來 那就解決了這件事 那你見到 開頭想著這個故事 就是這樣想的 因為故事 最後你發覺 打完 大家收手不打了 但好像問題未解決 行了 不要打了 我說你不是吧 你這幫兒子 真的會很奇怪 所以你說 他裏面這些所謂 所謂的鬥爭 其實也都見到的 就算一些所謂裏面的權力鬥爭 無論在大型那邊 就說 Capital Army 和Catham Guardian 那邊其實就是 守護Tower 就是電梯的主動權 Capital Army 就想搶了這個權力 他們想 變成他們去支配 然後 然後 阿美利亞那邊 就說 不行 我們要解放這個電梯 成為公家用的 綜合國 公家用的 我們要 然後 月球那邊 就覺得 你們這幫人在這裏 搶搶死 但這些事情 都不是我們 是金星的 不過要保持 你 月球和金星那邊的關係 其實都不知道什麼 都很模糊的 其實都說得很模糊 月球有幾批 一批就想 保持著世界大教 一批就想自己搶來用 月球大概分三批 我也忘了他的理念 但金星有助師 坐下官府 他們不想理 但一批又想回地球 那邊的就是 金星那邊 有一批就想回到地球 他們覺得 我們應該有資格置 在地球 為何我們不可以回到 我們的母星 為何不可以 而這幫人就覺得 我們好像是被受歧視 這個其實 但也沒有說過 太短了 誰歧視 誰不讓你回去 老實說 我未看到金星裏 有一條禁例 金星人不得進入地球 沒有寫過 他們只要回 你們只要走 金星人不得進入地球 也沒有插著一個牌 寫著 金星與狗不得進入 好像有兩三個 跟著地球 一起觀光 真的沒事的 隨便你走 應該這樣說 這裏面 我不可能幫你這套 自己這套作品 去幫你腦補一些設定 當然你說 我不清楚 本人其實自己沒有去 再去看一些很額外的 即是 Gundam其實有很多額外 所謂的資料設定 我是沒有的 因為這套東西裏面 如果我 原本都是說 原本動畫已經不吸引我 你不要要我看設定 即不是一個高達的愛好者 你這樣才可以解決這件事 有兩問題 首先 金星其實 金星就是整個 幕後最重要是 金星那邊的關係 但問題 月球你可以給他十幾集 金星你好像給他三至四集 他講完一輪 開會就走了 我覺得完全不合邏輯 第二 第二件事 張學動畫或作品 你如果看完這麼多集數 之後 要額外找時間 看你的設定集數 資料設定 才會明白 你覺得什麼 我認為故事是失敗的 我都說我不介意思考 思考是一件好事 我絕對同意 但那個C 建基於 你不敢給我們清楚 我們是什麼 你先思考 等於邏輯題 其實一個APC 三個題目 不是 我剛才用了剛才的例子 現在看到 A就拿著把劍 B就拿著把槍 但B就躺下了 為什麼 你有C 你沒有說C 我們真的不知道 生了東西 你便思考 總之思考 一個合理的劇情 這不是思考 這叫想像 你老寶 一個合理的劇情下去 總之現在 B就躺下了 一定是 有開始有結果 但中間就沒有了 現在 整套東西裏面 大部分 我不敢說大部分 至少六成的劇情是 六成的劇情裏面 就是跟你說這件事 你自己找一個合理的理由去解釋 你不要這些雞毛蒜皮的東西 你都問我 我只有26集 不是雞毛蒜皮 大哥很重要 但我覺得這個不是一個理由來 如果這樣 套套動畫都可以這樣說 我只有13集 你想我怎樣 EVER 看不明白 那沒問題不夠雜數不夠錢 那就是這樣 就是說 雜數是少 這副東西你不夠 你咬 我對你的遭遇也都心表同情 那你不要做金星哥拍 我覺得都無所謂 那故事你懂 那是否可以縮短你的故事 當然有人說 這一套東西 也都說過 這一套東西 其實你只要再三回味 再三去看的話 十年之後 你就會覺得它跟Turn A一樣 是同一套的神作 不行 但我可以這樣說 十年之後都不會 我自己這麼擔憂 十年之後 這一套都不會成為Turn A這樣 有Turn A這樣的評價 為什麼 原因就是 你裏面什麼都沒有 十年之後 更加不堪就是什麼 我哪裡找回資料來看 現在那些人當然看不明白 因為現在不停在轉載一些設定 資料 每一個星期有人討論 補充資料 甚至有鬼人補充 Turn A的劇情夠長 中間還要鋪了很多日常媒的集數 去說回我們的生活 現在這個世界的生活是怎樣 現在這個世界的勢力是怎樣 現在人事關係發展到什麼樣 他會說回這些 你才明白它說什麼 即是你不用七星一集的 你不用補充 一年翻譯之後 你清明了整個故事 主要復國運動是做不到的 他中間應該 如果一年翻譯 中間可能有二十幾集戲 可能有些日常媒 可能整晚去了金星海灘玩 這些 他沒有他飛光 這些我覺得也不重要 我明白有馬說的那種其實是什麼 角色之間的交流 或者他們一些主意上的對碰 是由一些日常 或者一些很短的劇情 即是非戰爭以外 即是在艦艦上吹水也好 突然間你中我一鎚 我又中你一鎚 你說要先撥 說臥底 可能中間有個一集條 可能做一些多餘的動作 就知道要撥 但他現在沒有了 就是要飛 其實我是臥底來的 車頭我帶過來的 什麼事 接拍得這麼快的 所以這些東西 當然他有很多東西 其實我明白的 有些東西我明白的 26集好像說 無論是馬尼 尤其是馬尼 整備完 成為駕駛員 成為很厲害的駕駛員 中間裡面 還有就是他拿著這部機 然後看完這部機 然後說 咦馬尼你去哪 然後馬尼沒有回答他 然後就拿了這部機 面具帶話又回來了 哇 我覺得這個人是厲害 這些劇情 他比巴尼尼更厲害 他是天才 拿我幾個照片 我已經懂得開了 這些劇情 是詭異的 這些劇情 但是他詭異 但是叫做什麼呢 我真的明白你沒有集數 雖然他不是好看 但是他不停在故事裡 就算上了新月之船也好 他都不停說 老欣啊大衛啊 你等我 我會回來 那最終他會回去 我覺得情有可願 我都還能接受到 雖然我接受不到 就是為什麼他無緣無故 一個整備員 然後說 什麼 你只能拉拉隊的 沒有啊 沒有啊 大衛教過我 有空的時候 又教過我 怎麼教你啊 做大腿 教一教 教一教 我就認識了 Berry都說以前在學校 有教MS認識 都是 他沒有去拉拉隊 你跟我說你坐一坐就認識 人家我越接受不了 那會這麼厲害 天才馬力 天才馬力 為什麼Berry會這麼恐怖 因為Berry由頭打到最後一集 他不停存ESP 藍鐵哥 一開始被你坐上GZ 這GZ 快就不如你 那邊天才馬力 有一班叫做 比你高智慧 的人種 我聽說 發展這件事 是有害的 當然你可以說 他故步自封 等同於天然突破 那件事 其實是說 進化是會引致滅磨 那就不要進化 又不是 有問題 然後有人又說 你又知道進化會滅磨 我不信 我就要打給你看 打到我可以進化 還要經過你 即是發展軍備 我又說 你說發展軍備 我又不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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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會用飛彈自己炸自己 炸到整個地球爛了 我又真的不是很信 我又覺得 然後他又說 人類要進步 當然要科技發展 難道每天在這裡逗獸棋嗎 沒有可能的 他那些小孩 真的有些小孩說 我不信 你講 我要試過先 你講 你不給我試 你又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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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不行 你看不起我 小孩 很難說這些邏錯 對吧 很明顯現在這個故事的套路 是這樣 有些人很想發展軍備 因為看到就說 你等於什麼 一個小朋友 見到一個大人 這個小朋友就是想打仗的人 那個大人就是什麼 很知性地說 知道發展軍備會錯的人 然後他看到就說 跟那些小孩說 我長大了一定不會成為這些大人 做壞的 然後說 哎呀 你這些如果在宇宙世紀裡面 那些就是什麼 他說 打仗 打完之後就說 然後他下一句 他就會成為一個知性 他就說 跟下一句的主角 或下一句的 新進的衝動派對說 打仗是不對的 當年都好像你這樣想 阿爺就拿起一支槍 就放下了個養鬼子 但是 要還的 他說 打仗是充滿悲傷 然後他兒子就說 你又知道我不行 你看我不行 這是一個弧圈 所以人類是 他爬錯的錯誤 就算了 阿寶爺 阿寶爺這句 是很潤智的 我覺得 說你是追求新人類 當然可以 說一些有事 我覺得現在的個案是 你說 我不信 當然這個是很多時候 很多作品都會用這種套奏 所謂的經驗之態 不是人人都能夠接受 根據那個人的極制欲 他經歷過那些什麼 而他採用那些 相不相信你說的 或者他 他說 他真的可以做到 你真的不知道 但是你說 有些就是所謂叫做什麼 前人的經驗說 發生了一百次 一百次都是死的 你說你可以 我不信 那是probability的問題 是不是絕對不行 沒有人能夠答你這個答案 等於他告訴你 有些神經的殺人犯 我殺了一百個人 我就可以上天堂 是不是可以 其實真的 所以驗證 你驗證的話 但是殺人是不對的 在一個邏輯上 殺人是不對的 他會引申討論 你殺人既然是一件不對的事 你怎會上天堂 落地獄就有你的份 十八層頭 拿個quota給你 在這套內 其實是一個無解的回勸 那個思考是什麼 究竟你是大人 還是你是小朋友 給小朋友看 拿夫也說 小孩子 不要變成大人 不要犯蟲蟲的錯 我不是聽到大人說 我是什麼意思 我不清楚 其實 但是那個位置 就是我 心命滿希望 前途由我創 除了這樣 是沒有解 這件事 你跟我說 行不行 真的不行 我告訴你 在過往的歷史上不行 You see 那麼多部跟蹈作品都不行 我不想你新的那部可以 是這個意思 你那就是大型的思想 小孩子的思想說 你又知道第101次不行 去到第20多套 我跟蹈作品中 終於做到了 YES 好厲害 對 撒娜就能做到 他進升成為鋼皮撒娜 是不是 成功例子 可能不是沒有 你的制裕和方法 是否能夠有效達至這件事 當然你說 在裏面 他裏面沒有說過 人類晉升的事 他裏面純粹說 我只是想人類的生活更加 人類的生活更加方便 我甚至會這樣說 其實 這套東西 我講到這裡 大家聽到 其實我幾乎沒有說過 任何劇情的事 因為其實 他的劇情 如果要我講的話 其實我是講不到的 因為我一講的話 我就要佈補大量的內容 下去 劇情很簡單 然後我講的內容就會錯了 地球、月球、金星 金星回月球 就回到地球 這樣就沒有了 其實是這樣 很簡單 這套東西是一套競爭的遊戲 是一個 小孩子欠第一 的遊戲 他搶一隻金星 搶一隻蛇 不要讓他搶 我們鬥快搶枕 大家鬥快 更容易搶玩具 所以我説 這套是小朋友 是小朋友的戰爭 你用小朋友的邏輯思維 去看這套東西 其實沒有錯的 而這套東西 很多人會比較的 AGE AGE是膠 AGE也是很個人的一件事 是一個女兒被殺 一個女兒被殺了 被復仇的故事 我們都很清楚 去講過這件事 這套其實就是 有很多小朋友 為了不同目的 我想要件玩具 大家分柄仔 沒有分柄仔 玩具只有一件 他不是六神阿太 可以拆六件出來 玩具只有一件 高達只有一件 高達只有一件 究竟誰拿了一部高達 其實是一個這樣的遊戲 你說哪一套好些 AGE判定上 我想沒有人有 這套是一套垃圾的作品 垃圾到現在都未基戰 大家都知道他有多垃圾 究竟 這套 復國運動 我覺得 在個案裡 我只會說 他一定不會被AGE判定 但是 他不是一套好的作品 他真的不是一套好的作品 我要明白 就是要令我思考 但是我思考完之後 那些東西叫做什麼 我不知道是不是庫野特地 這件事 可能是他特地 我已經中了計 他百騎來的 其實我已經中了計 就是說 我就是要你思考 你思考到什麼 當你思考到什麼 那你告人就進步了 是不是要這樣 我不清楚 他可能真的這樣 有空找人寫封信去問問 其實你是不是想純粹想我思考 看看你思考 他是不是過來問問他 你是不是純粹想我思考 那我沒什麼所謂 就是說 你想到這麼多這些問題 就證明你有想法 是不是 我們不要一個Model Answer 我們思考 但是點不重要 你落心自己想到就行了 是不是這樣 所以 所以這件事 最終他們叫做 每個人 再向著自己得出的答案 再發展 但這個其實沒有說 這個我想的 我感覺 不是說他做到這樣 他是不是想做到這樣 都是我想的 所以我最後得出了一篇 是否純粹是想我想的 這套作品 成功 多少人討論 可能是 但是我這樣說 如果你要這一點 我沒所謂 我天天都要想的 但動畫來說就不行 每天的餐吃什麼 我都要想的 其實我都要 等於今晚我吃什麼 我都要想的 OK的 我沒問題的 但你說 一套作品 他這樣說 他是不是一套好看的作品 我可以說不是 有時候我真的想看他的劇情 因為這套作品應該是有 你一套這樣的思考作品 應該是有兩方面可以滿足到的 我就這樣看又可以 我思考看又可以 他表面可能是一個很簡單 直長直討 你打我我打你的故事 但是背後其實他有一個 他這些東西 要去隱藏一些訊息 你可以去思考 我覺得先是這一類型的作品 最成功的 成功的種類 就好像下一大作戰一樣 我一回來說 劇情你聽明白 看完之後又有些反思 就可以了 劇情你想爆頭 最後故事講完的東西 你好像不明白又不明白 我覺得是失敗的 我不知道是不是 10年之後 告訴你10年之後的動畫 就是這樣 所以人們說 10年前副影有前瞻性 人們的意思是不是這樣 如果是這樣 10年之後 我想我是不會看動畫的 我肯定是說 如果要每一套都是這樣的話 我想節目都做不到下去 好辛苦喔 大哥 你每一看這些東西 一致遠都看這些話 真的你每天都要去腦部 我肯定是思覺失調 新世代的愚責族 那年斗師傅又可以出本新書 金星的總統 老化幾十倍也會去女化 老化整體 那樣 故事裡面 他很多詳細內容的東西 其實我還這樣說 看這一套東西 即未看的聽眾 你要帶著一個心理準備 你是一個願意思考的人 你先好看這套作品 如果你是說 我純粹想看一套高達 它不是一套你認識的高達 它絕對不是 它是一套 你要是一套能思考 有腦袋的人類 如果你是一套沒有思考 不帶老爸出街的豬 是不應該去看的 那我沒有便宜 其實它那裡 我覺得差不多 你不思考 你就是豬 豬那麼蠢 我不敢說它浪化人生 有意思的 我這麼說 就是 當我能夠三倍速去看這套作品的時候 我就去承認 我真的進化了 看片速度 理解速度 看片速度 根據我的理解速度 如果我用三倍速 我都可以理解這套作品 證明我的思維 我的腦袋的晉升 是達至於一個新的層次 你只是由PV變成P4 沒問題 那我便進升了 我便可能突出另一個境界 可能副野就是想我們三倍速 如果你能夠三倍速去看這套作品 你又看得懂這套作品 說什麼 那你便是新人類 到現時為止 我都還未達到新人類的境界 我只是兩倍速左右 救人類 我看錯力就是救人類 我仍然是一個救人類 我仍然是一個 這套 去到這套 當然你說 聽完這集 有些人可能會覺得 你兩個人說過什麼 是啊 其實我們沒有說過什麼 不是 我看得懂的 你聽不懂嗎 那看得懂的你講 我便會用副野那句去答你 我們這一集的目的 其實是想一些有思考的人去聽 如果 如果你沒有思考 你可能 聽下一集 下一集會好些 下一集再見 拜拜 拜拜